嗨 嗨 家謙 你好 嗨 你好 高興你成為今天的Texas MVT 大家好 我不是 但是數字的東西很虛 不用這麼著重數字 我覺得有獎好沒有獎 大家都今年重新開始用心 繼續做 你自己是不是最高興 最高興 都是的 在唱歌上面 還有創作我都是自己的core 所以都兩樣加起來 是開心的 但你是不是已經沒有想過 參加這個班人 嘩 收不收了音 本來沒有想太多 但是因為前幾天有一些新聞 報了出來 我就開始要想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我要說些什麼 因為我不想像之前的班章 我什麼都沒有準備 然後又說錯話 然後又不懂得說 好幸好 也有想過一些事情 然後就說到 但你現在習慣上台的 我想說什麼 習慣 都習慣的 你們覺得呢 我不知道 你們覺得我緊張 好像就見慣你了 緊張還是淡靜 你現在適合了你的風格 是的 我是這樣的 不會很激動 但又不是太多的說 但你心情上 已經調節了 可能沒有任何前 沒有後 是的 已經是第四年了 所以 都習慣了 作曲和編曲一次過 都想不到 是的 我剛才以為我去頒作曲給我 然後編曲是再頒 即是頒給其他人 然後他一下子 給我兩個 怎麼了 他一下子頒了兩個 然後我就 噢 然後我編曲就覺得 嘩 都挺開心 因為 編曲是 怎麼說呢 知道嗎 符頁 我作曲都是 當然是做了最久 但編曲是這幾年比較多做的 因為 一來是自己主要編回自己的歌 二來就 有一些 譬如歌手問我 我的歌 他們都想 request 不如你自己編回吧 你自己有陣隨 他喜歡我陣隨 所以就編回了 其實我不是一個 很常常會幫人 編不同的曲的人 所以這次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拿這個照片 都很幸運 而且很 rare 很珍貴 我覺得 是否能夠發展到這種 興趣 或者發展多一點 我想也未必會 因為我做編曲 其實純粹是為 那個作品 做回 所以我沒有說 我要做一個編曲人 這樣 那 對 就是這樣 你也說 你也說 今年有沒有一些 新的合作的班 或者想合作的人 今年 2022 未想 但是我今年很想 嘗試唱一下別人的歌 就是別人寫的選項 因為我過了一兩三年 全部都是我自己寫的 那 我就很想自己 我覺得自己的聲音 如果可以多一突破 其實是要嘗試唱別人的歌 因為我自己唱自己的歌 太舒服 我太知道自己的歌 如何去 那當然會唱得 但是我想嘗試一些 不是那麼得生應手的 就是不是那麼 本身 Tailer for me 或者那麼適合我新的歌 那我有沒有機會 可以用我的聲線 可以 再突破一些去 可以駕馭 或者Master到這首歌呢 那我這個是 對於歌手來說 是一個 最應該要挑戰的 但on the list 可能有某些歌手朋友 你都想邀請他做 on the list 我有一位台灣的朋友 那個不說 我跟他有溝通過 希望今年有機會 有一首台灣歌手朋友的歌 但剛才軒仔訪問 你也有提到 他希望下年會挑戰到你的唱作人 是嗎 他的目標現在是 我唱作人的獎 他不是拿過嗎 不是嗎 以前 他不是有一段時間 對 那好吧 沒有啊 因為很多我不是都 都說他經常都走數嗎 就是他 又說自己作回 都說了那麼多年都沒有自己作 這樣 那我想這個是 很好的 promise 就是很開心 要他作給你嗎 我也可以啊 可以嗎 張先生 不知道 我OK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OK 就是要過公開 要過公開 不要給壓力 但是這個就是open 是 好 謝謝 謝謝